新闻头条带您关心 刚获选为国际当代艺术 最具影响力百大人物的 中国艺术家艾未未 明天将在台北市立美术馆 举办她在华人地区的 首次大型个展 但是艾未未本人并没有来台湾 还将展览定名为缺席 外传她是遭到大陆当局限制行动 今天被美观举办了展前记者会 立委和民间团体出面声援 呼吁政府关注艾未未的处境 艾未未一个可能对台湾民众来说 陌生的名字 此刻台北市立美术馆正在展出 这位当今备受国际艺坛瞩目的 中国当代艺术家的21项作品 我们都知道艾未未她的一个 她刚刚都获得我们这个 全球的一个一百大的艺术家 她的一个首位 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也希望说 借由这样的一个展览 透过艾未未她的一个作品 让她呈现她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思维 艾未未不只是一个艺术创作者 还关注维权活动 甚至对中国内地多个涉嫌政治腐败 而引发的事故进行调查 也因此受到了中共的软禁和暴力对待 她表达的那些作品 都是代表中国的被压迫的百分之九十九 特别是在文川以后 她把那些小学校 那个被死亡的小学生的名单 都把它查出来 一批一批的公布 这对于中共的政权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而且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一千两百辆可以自由转动的自行车 是自由 也是中国人民对早期时代的记忆 大理石雕刻而成的白色摄影机 象征监视人民的机器无所不在 一顶光滑结实的安全帽 也让人思考 是否是艾未未等异议人士 身心灵的安全帽 不是只是在北美馆 一个静态展览而已 我们的政府要继续的坚持主动 而且要公开的不断邀请艾未未 我们台湾所有的人民 要用尽我们所有最有创意的方法 来表达我们想要艾未未亲自到台湾来 民代和民间社团也召开记者会 呼吁台湾政府邀请艾未未来台自由行 让两岸彻底交往 对和平发展才有意义 其实两年多前 北美馆就开始策划展览 艾未未当初也曾来台 勘察展览场地 今年四月原定来台时 遭大陆扣留拘役三个月 尽管后来获释 但艾未未遭到中共封口令 一年内不得透过媒体对外发言 而且不得离开北京 这个叫做艾未未缺席的展览 将带领台湾观众用艺术的视野 透视真实中国 秦桃人也有电视 陈正祥 曾一豪 吴家俊 台湾特报道